重庆有一家野小店居然把这道菊花鱼煮成了招牌菜 煮法还很简单 一条四不明目的草帮砍掉捞口 腌到背脊骨隔到地去掉左边的鱼肉 用刀尖片掉鱼排 切刀三十度起片 不要片段片刀鱼皮即可 每片五刀一段 再直到酥切 深度跟尴尬一样 切出菊花板 主要更新到级别道家常菜 如果你每天不晓得吃啥子 可以点我头像下面的夹号 收藏包存了 水里面放点酱葱 放入切好的菊花 浸泡十分钟去除腥味 再捞出控干水分 三勺生粉 一勺即死粉 搅拌均匀 放入切好的菊花 咔咔咔咔都要涂抹均匀 再把鱼皮捐起来 抖掉多余的生粉 用筷子夹到其撸成油温下锅炸 如果你们嫌麻烦的话 可以点赤品左下方 您先是大红包 是我的同款美食 杂质金黄酥脆 捞出白盘 一瓢丸酱 一瓢杯汤 半瓢杯除三瓢 开打后 炒到其大炮 加点热油 您在菊花上几口 您认不说暗话 我都是想要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非常感谢 所以是是一瓢杯 就会给个人吃了 皮肤